哈囉,歡迎來到秀秀的實驗室,我是Jimmy 今天我們要一分鐘的時間教大家如何在Photoshop當中合成煙火 首先呢,我們先打開我們今天的範例圖片跟我們的煙火的照片 那你也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背景 然後我們選擇在煙火的圖層把圖層的混合模式改為電量 那你會發現上面還有一些煙霧存在,我們可以雙擊這個圖層 然後我們到混合範圍當中呢,把左邊的黑色閥塊往右做拖曳 然後我們可以按住ALT鍵把這個黑色閥塊分開來 我們拖曳右邊這個小閥塊,慢慢往上做拖曳你會發現煙霧就消失囉 我們按確認,那有些地方你不希望它出現的話 我們還可以給它建立一個遮色片 選擇筆刷工具,前景色選擇黑色 把不想要的地方塗抹上黑色,這樣就完成囉